去年工業用電佔比高達近六成 創下史上最高工業用電量 在動漲機制下 台電虧損全民買單 卻是變相補貼用電大戶 這本來就是使用者付費 反應在這些業者身上 那你才懂得去節約 否則我們就是鼓勵給他們用 可是很多的企業他們不會在乎的 甚至他們也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 烏爾戰爭滿四個月之際 烏克蘭終於名列歐盟候選國 但烏軍防線還承受極大壓力 戰事甚至被推向常態化 更多精彩內容 請鎖定近新聞調查報告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廖方潔 最近這一段時間高溫 相信多數人家裡都已經開冷氣了 對電價調漲的消息也就特別有感 電價審議會將在下個星期一舉行 那外界預期本次將會打破四年多來 連八棟的局面 有消息指出至少會漲百分之八 那麼這也許會是電價公式上路以來 第一次突破漲價百分之三的天花板 那也有人問 全球通膨肆虐萬物起漲 電價都已經連續四年動漲了 你真的有必要非得在這個時候漲價嗎 今天我們會深入分析 電價漲價或不該漲價的原因 同時也要探討 目前的方案裡頭包括了全面動漲 全面調漲百分之三 還有漲用電大戶 只是每次只要一講到要漲用電大戶 就會有企業跳出來說 這是在懲罰用電企業 這是會導致製造業出走的 但是台電現在是賣一度電就賠一度的狀況 一到四月稅前的虧損就有469億了 這對其他的納稅人來說又是公平的嗎 至於全球關注的焦點則是烏俄戰爭 很難想像居然已經滿四個月了 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歷史時刻 就是歐洲峰會23號登場 給予了烏克蘭準成員身份 為幾乎要被遺忘的戰士 打了一劑抗俄的強心針 我們先回來關心台灣電價的問題 台灣雖然一直在喊薪資動漲 但是相較之下 台灣的實質薪資10年成長了7% 電價卻是聞風不動的 這等於比12年前還要低了 那非漲不可的原因 是因為國際燃料價格都在飆漲 國際的煤價過去四年來漲了將近三倍 原油價格翻倍 亞洲液化天然氣也漲了兩倍 這多出來的成本都是由台電跟中油 都是國營企業來吸收 所以最後其實還是全民買單 所以現在台電要送審議會 討論的幾個方案當中 平均電價漲幅包括了8%或是10% 但是目前看起來是以漲幅最少的平均 調漲5%的版本 接受度是最高的 每度電將會從現在的2.62提升到2.76 工業大戶則會調漲8% 另外調漲的門檻中 小商家的用電是1500度以上 民生用戶則是1000度以上 不過因為考量到疫情的衝擊 所以像是電影院百貨跟大型的商場 電價不調漲 打開開關清算美國板件牛肉 民眾頂著戶外32度高溫也登門祭五藏廟 但非用餐下午時段即使只有一位客人 電內空調 電燈還是得全開 加上24小時運作的冷藏冷凍櫃 光是五月電費19397元 直逼2萬元 差了大概一兩千塊 那六月份已經有漲一次 那聽說後面有可能又要漲 基本開銷要再多個1000多左右 電費賬單上顯示 單月用電3800度 如果電價審議委員會拍板 小商家用電為1500度以上 調整5%電費 電費可能將從原本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七元 提高到兩萬零三百六十六元 月成本就增加969元 住宅的用電幾乎只是工業用電的三分之一左右 基於使用者付費這個原則 這些大戶應該要優先的調漲 如果住宅用電也給它增加調漲的話 更會助長了通貨膨脹上升的速度 消息會召開記者會呼籲 輸入型通膨影響的同時 不應該調整民生用電價格 專家也分析電價調整將加重通膨壓力 今年通膨高點落在第三季 消費者物價指數有衝破4%的可能性 專家分析高物價壓力短期難解 恐怕也將拖慢經濟復蘇腳步 新新聞曹一生謝洪瑞採訪報導 電價從2018年4月份的時候 當時因為國際能源價格大漲而調漲過3% 之後就連續四年都是動漲的 但是我們剛提到過了國際燃料一直在漲 所以台電現在是賣一度電就賠一度 預估今年1到5月台電的虧損應該就會超過500億了 那這個調漲電費的消息一傳出來 馬上就有工業界大佬擔憂 電價漲了要逼迫製造業出走了 但是實際上電力成本 占台灣製造業總生產成本的比率不到2% 就算是一般被認為這個耗用電力比較多的半導體業 電力也只占了生產成本的2.2% 換句話說就算電價最後漲的是10% 也只會讓電子業的總生產成本增加千分之二而已 而且台灣的工業電價已經是全球的第6低了 就因為沒有辦法反映成本 所以最後呢就是國營事業來吸收 這對其他納稅人來說並不公平 因為全台灣發的電有6成都是用在工業生產 而台灣的出口貿易又占了7成的GDP 也就是說工業界用低成本的電價生產產品 賣到國外去賺錢 等於是我們全民補貼國外的消費者 用便宜的價錢買到這些東西 那第二個電價應該要合理調漲的原因是 這段時間您記憶猶新 發生過了幾次的大停電 但其實供電要穩定 不只是發電要增加 電網的基礎建設也要夠好 假如台電持續虧損 就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提升電網品質 穩定供電 電價終於動尾掉 經濟部也你要漲價 而且工業用電大戶還成了被鎖定的主要目標 接到我們反應很兩極 連原料都漲嘛 天然劇啦還有煤都漲價 那工業也要負擔啦 你會出走嗎 我要去哪裡啊 台灣是一個島呢 我一出都掉了海裡啊 不只台速 台泥董事長張安平也舉雙手贊成 更表示台灣的電價真的比國外便宜很多 看看各國平均工業電價 德國最貴每度電五點一二八四元 其次是義大利 日本英國和新加坡也都佔上每度四塊錢 中國二點七二一八 台灣更便宜二點四四六一 全球第六低 這本來就是使用者付費 那反應在反應在這些業者身上 那你才懂得去去節約啊 那否則我們就是鼓勵給他們用 那可是呢很多的企業他們不會在乎的 甚至他們也沒有所謂的社會責任 然後認為說 哦我們用的電是全民幫我們買單的 如果電價持續動漲 台電預估今年虧損恐怕超過一千五百億元 尤其國內用電占比工業用電占五成七最多 其次才是住宅百分之十八點六三 還有服務業百分之十六點零九 其他用電則占不到百分之十 加上蔡政府從二零一八年電價連八次動漲 目前平均電價是二點六二元 但電價成本卻是二點六三 工業電價甚至遠低於成本 等於台電每賣出一度電 就變相補貼給企業零點一七元 目前經濟部打算針對工業用電大戶調漲 至少八趴的電費減少虧損 就是每年漲一些漲一些 不要一次就漲足 那這樣子 我們讓廠商有足夠的時間去做調整 那這樣子不管是對經濟還是對社會 都會都是比較好的事情 如果一下調的很多的話 那一旦有些廠商他被市場淘汰 那可能我們的失業還有無薪價 的人數可能就會增加 他也會產生其他的社會問題 只是在產業與電價的公平正義之間 又該如何驅舍 以其他國家為例 從疫情以來都有持續在調整電價 尤其受到烏爾戰爭和通貨膨脹影響 今年第一季的工業電價 以土耳其漲幅最大一口氣漲八成 義大利也漲了六成一 亞洲鄰國新加坡漲幅7% 日本第一季工業電價也再漲5% 能源使用太高的這些產業 繼續留在臺灣也不見得是 對我們來講是一件好事 如果他用電量很高 那他的這個 他企業的附加價值不夠高 那這些產業我覺得就是應該 透過電價調整讓他慢慢離開 使用者付費天經地義 更何況臺灣的電價跟國外相比 長期偏低 工業電價反應成本合理調漲 勢在必行 沒有理由讓全民繼續買單 這句話沒有理由讓全民買單 就解讀了大家一直想問的 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非常不可 因為再不停損除了納稅人買單 我們還要債留子孫了 台電就在今天的股東會公佈 他們的虧損總額是目前853億 但是呢光是今年一到五月虧的 就佔了500億 而且再仔細看 今年一到四月的用電量 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長了3.3% 所以電價審議會下個週一登場 那在今天的股東會上 小股東其實對於台電的虧損 也是炮聲連連的 而今天台北氣溫超過34度 又是一個用電相當挑戰的溫度 下午南港跟汐止就發生了區域性停電 影響總數有722戶 在搶修後全數復電 而南台灣的高雄今天中午 氣溫也飆破了35度 結果新興區的景田路南海街等路段呢 在上午11點多 也是無預警的停電 台電發布聲明是因為 非極限跟潰線跳脫 但是時間有兩三個小時 讓民眾也大喊受不了 進家門開燈居然沒電 民眾傻眼了 高雄西新區24號中午天氣正熱的時候 大停電大白天高溫飆破35度 阿嬤沒冷氣吹熱到受不了 坐門口閃扇子 非常的熱 所以我們自己有小電風扇 但是或者是自己用扇子扇 但是沒有辦法降溫 辦公區又暗又熱 悶到拿扇子充電室小風扇 最後還去超商買冰棒才勉強降溫 來吧 來拿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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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入食啊 旁邊也都不用 不只停電熱翻了 大樓電梯也停擺 上下樓得爬樓梯又更慘 還影響到私人停車場營業 閘門不開 沒辦法繳費 一切改成人工作業 你大概什麼時候進來了 現在就不用算了 有電啦 看一下 130 高雄西京區上午11點多 在景田路 南海街 東海街 達仁街等路段 631戶停電 一停超過兩小時 出判式電纜故障 14時 24分全數復電 經查事故原因為配電廠制 配電室間電纜故障 超過600戶無預警停電 冷氣 電風扇都沒作用 加上24號高雄中午氣溫飆迫35度 讓民眾熱到不行 近新聞 林一清 讀音節採訪報導 休息一下 稍後擔心 關心國際焦點 是烏二戰爭轉眼四個月了 不過今天 烏克蘭迎來了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歐盟正式同意 烏克蘭成為歐盟的候選國 為您插播最新消息 喉豆病毒從歐洲擴散掉亞洲了 疾管署公布有首例 境外移入台灣的喉豆確診個案 是南部一名20多歲的本國籍男性 在德國就學6月16號搭擊返國 20號就出現了發燒 喉嚨痛 肌肉酸痛 紅疹 以及鼠西部淋巴腫大等等的症狀 確認是陽性 目前衛生單位已經匡列了19位密切接觸者 包括了兩位家人 還有醫療相關人員10個人 目前都還沒有症狀 而疾管署是在昨天已經宣布 喉豆列入了法定傳染病 世衛組織也宣布 現在已經有48個國家通報 超過3200個人確診 還有一例的死亡個案 所以要提醒國人特別留意了 再來看到國際焦點 烏爾戰爭今天滿4個月了 真的是轉眼之間 烏克蘭得到世界各國的支援 除了美國15號再向烏克蘭 提供了10億美元 大約將近300億台幣的軍事援助 美國五角大廈發言人科比 更在白宮宣布 要再向烏克蘭軍援4.5億美元 折合台幣133.8億 而歐盟則在23號的歐洲峰會決定 正式給予烏克蘭和摩爾多瓦 歐盟候選成員的身份 這被認為是歐盟冷戰以來 最具野心的東闊舉動 特別是在俄羅斯務卿烏克蘭之際 給基輔打了一劑抗惡的搶心針 而烏克蘭戰爭 屆滿4個月之際 歐盟正式同意烏克蘭成為 歐盟的候選國 這是烏克蘭對歐盟關係中非常獨特 而且具有歷史性的時刻 但是在這個好消息到來之前 烏軍防線卻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在烏東戰區 烏俄雙方都損失慘重 這四個月來多次談判未果 再加上人們對戰爭已經感到麻木 國際媒體關注降低 烏俄戰士也被推向了常態化 持續在烏克蘭拍攝紀錄片的導演 獨家授權了他在俄軍撤退後的城鎮 拍攝的畫面給盡新聞 鏡頭下記錄了在民宅附近的炮火 平民家裡頭被洗劫 原本生氣蓬勃的城鎮 現在一片死機宛如鬼城 砲警部隊被撿破了 火箱全身汽車 進入了火箱全身汽車 進入火箱全身汽車 鏡頭下 一句句冰冷的遺涕 無聲的控訴戰爭的殘酷 烏爾戰爭屆滿四個月 雙方線路持久慘烈的消耗戰 放棄櫃後 在家裡都在家裡,因為是破壞了架子, 然後它就不可以, 在家裡,在家裡,在家裡, 乌克蘭民眾的眼神 不再有希望 这两个月内 激烈的街头巷站白热化 无处不是断缘残瓦 这事是 这又不称 这不是主人 是男人 fucking义 这好像小兵 真的是 你不能知道 为何他们中招牌了 对 看他近跌道 专心 搞过 这样说 乌克兰的纪录片导演在基辅周边拍摄长达一个月 他和制片走访被俄军进驻的城镇 莫逊 伯罗姜卡 伊尔平 安德里伊夫卡和布查 而是关于乌克兰的城镇 而为统多的重要性和要情的意义 但也为统多的感恩和颇怡 和人民的心态心 和人统多的意义 在北京上是Redmi某年轮-人员被控制了很少的则 被人呆暖了。 人呆暖斐,人呆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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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念之间工作 Flatir'i非常尝尝无人物 依旧人们被打击 und人AS饼 所以呢 为了キーミ大和 神娥 Except逻急 凌亂不堪的家已经无从收拾器 老太太失去了丈夫 回想起当时和丈夫的对话 天真以为战争还很遥远 我们会战争的战争 他在散播 当时他们被逃走 他们被逃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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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手机的车艇 都被逃捍了 一部分部分的车艇 被逃捍了 但很多车艇被逃捍了 然后他们被逃捍了 導演和製片歷經四個月的拍攝 習慣了面對死亡 卻不能習慣那無比沉重的悲傷 他們慶幸自己還有機會和幸存者對話 唯一能做的就是給彼此一個擁抱 或者倒點熱茶 互相陪伴 在此同時 疲憊和枯竭的俄軍也逐漸厭戰 這個戰略颯� Randleore 就都無法想欠軍 就有場放棄 決定又令irs 有所謂的 那麼既第五位 成長 notable 俄羅斯速戰速決的雄心壯志已不復存 英國國防部評估 俄羅斯已經損失約三分之一部隊人員 和軍備的作戰能力 隨著人們對戰爭感到麻木 國際媒體關注降低 戰事被推向常態化 這場戰爭無法只依靠軍事力量取勝 俄羅斯正在尋求經濟和政治槓桿 西方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 恐怕會是烏俄局勢的關鍵 現代人晚婚晚生 不少人會選擇動亂 但之後才知道這條路崎嶇難行 也有同志夫妻遠赴國外借金 跨海待遇 但是清協認定卡關 讓彩虹寶寶被迫擔心 人工申職法跟民法遺忘了誰 法外孤兒的生死經濟路 稍後請鎖定 進新聞調查報告 既然恥似乎駝 外職法跟民法維 錢誤警 未必 鎖定 登 conte baş 北 connected 來到 財